英国首相强生 他到底有没有要被换掉呢 而今天加入我们的是资深记者陈向如 欢迎向如 雨昕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没错 前面就要来讨论强生了 强生面对的就是派对门 我们帮你整理了一下 原来我今天才知道 他出席很多场派对 对啊 我发现到他其实蛮爱参加派对的 你看他封城的期间的时候 有关抵的派对 然后5月20号 这不才差不多5天而已吗 然后6月19号的时候 他还有生日派对呢 对啊 我发现到他其实 而且重点是你明明是个隔魁 你其实应该要以身作者 而且都是封城跟疫情期间 对难怪都被人家诟病 而就在这个派对门之后呢 同党议员也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呢 他们就做了这个罢免 也不算是罢免 就是他们要 英国的政治呢 就是这个党的党魁 就会是首相嘛 所以同党议员就想要把党魁换掉 换言之首相也就会被换掉了 而他们呢 有一个制度哦 他说其实英国呢 不同党呢 把党魁换掉 制度不同 现在呢 是这个保守党 保守党呢 他们就会所有的议员呢 必须要写信 写信去给他们一个叫 1922 committee的单位 不是那个1922啦 对 他们是在1922年的时候呢 他们的议会啊 有分前座议员跟后座议员 后座议员组成的这个组织 那他们就是会负责 有点像我们的立院党团 是类似的概念 那就是立法委员写信给党团代表 然后党团代表会统计 他们说15%的党员 这个党籍议员 如果说要把首相办掉 他们就会进入投票 而这一次呢 就是有超过54个人 都写信给党团的这个代表了 然后他们就办了一个 无记名的投票 总共359名的议员啊 结果长生获得几票呢 他获得211票支持 换言之他过关了 对 没错 我们原本的时候都在想说啊 他会不会有一点危险吗 因为他其实面临了很多 你看经济衰退 当然疫情跟战争都有关系 然后还有再来的话呢 高涨的燃料跟物价 然后呢其实现在的话呢 伦敦首都呢还有罢工的 所以他都在想说 大家对他好像都 这么样子的不看好 结果没想到他勉强过关了 不过呢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过关真的是勉强啦 怎么说呢 因为他获得这个211票啊 他前面一个 同样是保守党的首相呢 是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是脱欧的梅一 梅一当时呢也面临了 这个他们党内要倒戈 把首相换掉的这个声音 结果呢梅一当时 获得支持率是63% 尽管他也是过半 那他六个月之后就辞职 对 所以大家都在想说 梅一那个时候 其实获得的这个支持票 还比强生多 对 按百分比来说是比他多 对 但是他六个月以后辞职 所以大家都在看 那这样子你虽然勉强过关了 但是呢其实对于 他的未来的不确定性 还是蛮高的 因为虽然说党籍议员 不能在一年内同复的提出 这样子的投票 但是就看他能不能比梅一 撑得久啦 六个月 对 没错就看看你可不可以 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派对门 实在是影响真的真的太大了 而且他的那个派对门的丑闻 不只是对他自己的影响 其实他的地方选举也惨造滑铁卢 同样都是因为他的关系 而且他是任内唯一违法的一个英国首相 所以党内可能也是考虑说 如果不把首相换掉 他们接下来就要被换掉了 对 没错 那接下来同样 精选新闻还是要来关心乌尔啦 先来看乌克兰 泽伦斯基呢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前一阵子他们的这个刺绣衫结嘛 所以泽伦斯基他真的非常懂得宣传 也是帮他自己也帮助他的国家 他就把他的衣服拿出来卖了 卖了多少钱 对 他的那一件衣服啊 卖了多少啊 是5万 超过5万美元 10万美元 10万美元 那很多耶 对啊 而且不只其实他之前的时候啊 他穿的绿色夹克 也拿出来卖 也拿出来卖 对 不知道是不是原位的 他拿脱下来以后马上拿去卖 应该是有洗过 对对对 那这些钱到底要做什么呢 其实啊 它是一个类似基金会来帮忙义卖的 那这个10万美元呢 他说会做在像是这个军事扫雷啊 医疗啊 还有重建乌克兰上面 毕竟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乌克兰基本上是个废墟一样了 要把这些房子啊 这些基础建设啊 家园 校园 通通盖回来医院 因为真的是很花钱 这个10万美元可能也是杯水车薪 对所以啊 其实哲伦斯基他不只卖这个 他呢我刚刚想到了 那个5万美元啊 他其实也是在5月的时候 他签名了棒球 对 那时候呢他也是拿去拍卖 然后呢比估值啊多了三倍 那他那个收益的话 其实就是拿来给琉璃失所 支柱那些琉璃失所的乌克兰人 对 对 所以的话 同一场的拍卖呢 其实不止啊 刚那个向如姐有提到棒球嘛 那乌克兰呢 他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欧洲人喜欢足球啊 其实世界杯有一个欧洲区的附加赛 而乌克兰呢是有参加这个比赛的 他们6月1号的时候对上苏格兰 结果他们呢是3比1获胜了 当时大家都很开心在这个战时嘛 鼓舞人心 所以呢 两个明星球员就把他们T恤 签名T恤拿出来捐 哇 对 这些钱呢都捐给那个基金会 不过我还是去查了一下啦 毕竟真的大家很喜欢足球嘛 对 他们是无缘参加世界杯的 哇 因为他们在5号的时候 也是对上英国 是对上威尔斯 然后输给威尔斯了 哇 糟糕 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晋级下一轮场 好吧 没错 而在俄罗斯的部分呢 俄罗斯我们之前讲到的新闻 是很多东欧国家都把他们 在苏联时期的武器捐给乌克兰 因为他们这个不用交接旗啦 就是拿到就立刻会用了 不用学这样 结果呢 俄罗斯啊 他就说他们也专门去摧毁这些 送给乌克兰的武器 他说他摧毁了他们这个东欧国家 送给乌克兰的坦克车 对啊 这个坦克车啊 叫做T-72坦克 对啊 然后而且他现在的话呢 其实他们比较在意的是 就是欧洲国家或是美国国家给了他们什么样子的重型武器 看他的那个射程长不长 对啊 如果你射程啊太长的话 其实我觉得欧洲的话可能还会有另一番的不一样的战争会发生 因为俄罗斯就觉得这是打代理人战争嘛 对 你怎么可以这个武器不只是保卫你自己还可以攻击我呢 对对对对 万一攻击我呢那到底是乌克兰打我还是最后提供武器的人打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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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他对上的是整个北约或者是美国他觉得这个意义不一样 对所以那我觉得俄罗斯也是蛮厉害的啊 他就是他找到说基辅 因为前几天大家有看新闻的话知道说 基辅已经好久没有炮火了 没想到呢居然俄罗斯攻了基辅的一个据点 而这个据点呢放的就是这个坦克车 哦了解我有看到新闻他就说整个基辅 哇整个天空全部通通都是被照亮了 险见那一场爆炸其实还蛮大的 对他有说啊 他说他们在24个小时之内呢 他们的飞弹还有炮兵部队居然摧毁了46个乌克兰的指挥所 123个火炮还有这个炮级的部队 另外还有498个这边提到是人力还有军事的硬体的聚集地 显然是他们又开始了原本的不再只是在这个东乌冬的部分 感觉他们又恢复到这个基辅还有其他的地方 对所以现在的话呢就像泽伦斯基讲的 反正全乌克兰的话呢五分之一的国土都失守了 那现在的话首都基辅其实很重要 对就是看接下来战情怎么发展 对对没错 另外呢在法国的这个部分啊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感的 我觉得法国人果然这个民族性是很强的 法国呢他说他们要电竞用一些外来语 对 夏如杰你有讲到什么外来语吗 就是台湾 我觉得台湾蛮多外来语的 Wi-Fi 对对不对 E-mail E-mail 我们都不讲电子邮件了 我们都直接讲对 那法国呢就是要进这个 他说啊电竞叫做e-sport 然后呢他要改成完全用法文 而法文蛮长的叫做竞技电子游戏 啊因为其实法文跟英文都是蛮多 这个字母是相近的嘛 所以我也是看得懂啦 就是video competition 还是稍微可以知道啦 但但就是是比较长一点 毕竟e-sport跟这个法文 你看他变成四个字了 对 就就会有一点点相近啦 但是呢反正他是说呢 还有还有像什么云端游戏 你不能再叫cloud gaming 要叫做云上电子游戏 那那个云上电子游戏是 是法文翻译过来的 对就是其实意思是 但是一定是意思是一样的啦 只是他就是不要再用英文了 他说因为啊如果这个充斥着英文的话呢 会造成游戏玩家要理解的一大障碍 我也是不理解为什么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因为法国人他们本身的优越感 他觉得说我的国土怎么可以让那一些 要嘛就是全英文 要嘛呢就是半英半法 这种很奇怪的东西长在这里 对啊然后呢他们连 其实他们现在的话呢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email跟wifi 现在很多人大概一定都用这样子的 对 就直接讲英文嘛 他们连那一种就是短途的 或者是比较廉价的铁路 也叫做vigo 就英文就直接vigo这样子 他就等于用英文找到一个法语相近词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 这样等于是种文化入侵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们就希望禁止这种事情 那其实台湾也蛮多人喜欢讲话 就是中英交杂啊 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 也不算是就是等于是我们翻译的时候 是直接英译的 对对对 类似这样子 这样子在法国就是觉得说不ok 不ok 不ok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文化入侵 那大陆有这样吗 比如说大陆也是 他们对文化也是感觉比较强 比较排外 他们有禁止 就是说我一定要翻我大陆的 应该要这样讲的话 如果是在大陆的话 上海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话 它是直接用英文或者是用一些 比如说小小一点点的法文 对 比如说咖啡 这种这种大家一看就知道的 但是啊我觉得 呃除了上海它就是包容性比较强啊 其他你就例如像北京 它是大多数其实都还是会翻成了中文 我举例来讲 譬如说啊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办公室附近啊 就会有一个叫做斯波特酒店 然后呢我就想说斯波特酒店 可能听起来好像很威尼斯 或者是欧洲的感觉 对就是Sport 我居然可以猜得对 然后呢赛百味你知道吗 Subway 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对 我后来慢慢也能够理解了 因为啊 其实不是14亿人都 英文能力都这么好 那如果呢 你随随便便讲一个Subway 有些人他会看不懂 你很难去就是在沟通上面 或者是你在写一些官方的文件 比如说你你写说 譬如说假如啦 比如这一间公司他违法了 那你现在写了一个英文 对还有优衣库 对 通常的话 台湾比较少讲优衣库 对我们都直接讲Unicuro 对Unicuro 但他们通通都会把它翻成了中文 OK 对我觉得他主要是因为 他在传播上面 他在宣传上面 这个宣传不一定是正向的 对 有的时候譬如说你有一些 不OK的 譬如说你食品违法 或什么的话 他们在点名的时候 大家很容易就能够去理解 这也是另一种考量 可能跟法国是比较不类似的 对 但也是一样 就是他不希望直接用外来语 这样的方式 没错 那另外呢 这个我觉得我很佩服他 他说柏林啊 他们面临的呢 是因为他们的降雨量太少了 所以居然有一群人呢 他们会到处去帮陆树浇水 天哪 这很辛苦耶 但是我觉得很有良心 他说柏林啊 其实在二战之后啊 也就是因为战争关系 所以基本上树木不是被炸了 就是他可能聚下来做别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树的 他们在二战之后 种了一百万棵树 那他说他很努力的去浇 也只能浇一万八千棵 那剩下的很惨 对啊 而且我发现到啊 他们其实干旱 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来 对他说好几年了 对他就说啊 他从2018到2019年 好这个期间的话 有一些地方他是长期干旱 靠近地表的寒水的 寒水层的那个地下水位 是大幅下降 到现在啊 2022年都还没有把它补充回来 他说连那个根 比较深的那种树啊 也是没办法 因为就带深的地方 水也不够 水也不够 所以啊他说气候变化 第一你水本来就短缺 然后呢温度再上升 那再加上他这样子的话 他的蒸发就会变大了 还有你说那些 如果一次下暴雨 对他雨下的很大 但是呢 他水马上就流走了 他没有往下渗到的地下水系统 那也是没有办法 对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 还是树 他还是没有 就是地下水 吸不到水了 对他还是吸不到水 那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他到底多缺水呢 他说啊 当地呢 平均啊 以往不缺水的时候 一年下600毫米的雨量 现在只有400毫米 只有三分之二 对 台湾下多少呢 我帮大家查了一下 台湾啊 一年下2500毫米 哦 那这样子比他们多太多了 多太多了 而台湾这个2500毫米呢 当然是高于全球平均 全球大概是970毫米左右 所以德国跟全球平均 本来就是比较少 那现在因为干旱问题 又更少了 对 没错 所以才会遇到这问题 他们变成说 他们担心说 他说毕竟树又不会长脚 不像人 人如果渴了会去找水 树没办法他只能待在那 所以他们只好去帮忙 就是为他对似的概念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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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歌